那要怎麼樣可以做出這個9個圖 假設我們只有做9個啦 其他的話 或者甚至背後這個背後的Background 其實也可以變更 也是你第一個先把圖先放Drobo裡面 不過前提是你要先設計好那個背景圖 但是這個背景圖比較麻煩一點就是說 因為每一支手機的解析度都不一定相同 所以你可能要取 像那個Drobo裡面還要分不同Size的一些檔案 一些那個圖檔 所以這個可能稍微又是比較麻煩的問題 另外還有平板跟手機又不一樣 所以你可能要 最後做完之後可能還是要再試一下 OK 那我們是講一個一般性的狀態 那首先第一個 如何把這個本來自變圖 很簡單 我剛剛只有做第一個動作是 把他的這一個 ActiveMan 把他搬過來 ActiveMan裡面 其實我只有加那個image Button 有沒有 然後呢 分別把那個 就是 圖再放上去 所以這邊的話呢 是 這個圖的 就是加一個那個Background的一個標籤 等於Drobo 裡面的這個 PIC 這邊是09 這邊是底線 09 你會發現這還蠻貼心的 以前的Equipage沒有啦 不過Android Studio它會自動幫你跳出來 你用點的就可以了 OK 點兩下 這個 那這張圖 把你調過來 好 那 第2張也是一樣 第3張 第4張 以此類推 那你全部做完之後的話 特別注意喔 因為image 你的那個 前面本來是Button 那你變成imageButton的話 你的程式 記得也要做修改 如果你程式沒修改一輪 它會跳出什麼呢 什麼一個 Unfortunately 就是很不幸的 你程式可能 Crash掉了 沒辦法執行 沒辦法更 所以你要變成要改哪裡呢 改這個地方 有沒有 也就是 Button的 1 1到9 都已經是imageButton 它不叫Button 所以你宣告物件的時候 你不能夠用 把它宣告成Button 也就是這個東西 你沒辦法 兩 不一樣 所以它沒辦法使用 會有錯誤 前面叫什麼 程式就要叫什麼 那其實我常常遇到 就是同學發生的錯誤 通常都是 就是初心 明明前面你都改了一個名稱的 結果你後面 居然沒改 那你怎麼執行 都一定錯誤 比如說這邊 這樣子啦 那底下也會錯 有沒有 那當然這個地方 假設啦 我剛剛是 如果你通通都沒改的話 前面是 假設這樣 它一定會出現錯誤欄 反正就有錯 OK 那你即便你可以run好了 假設這樣 你不管它 你只要run 不過你會發現 它整個連鎖反應 看起來就很恐怖 其實就 錯了 OK run可不可以run 它一樣會幫你砍PIRE 不過呢會告訴你說 你哪裏錯 哪裏錯有沒有 而且你點兩下 它會跳到這邊來告訴你 所以這個時候你就不要一直run 一直run 沒有用的 它就告訴你這裡錯了 所以其實我覺得 Enjoy Studio 它其實還 算起來 目前為止 其實還 在under control下 而且呢 除了這邊會跟你講之外 這邊會跟你講 這邊也會跟你講 有沒有發現 紅色的 金燙號這邊都有嘛 所以以後如果你程式有bug啦 你就看一下啦 馬上 就可以抓到 湊蟲在哪裡了 OK 那你就把該改的地方改 哪些地方要改呢 基本上就是 對應的嘛 這九個一定都是image button 那後面有三個 還是button 因為我們剛剛改 沒有全改了 不過如果將來你要 這三個通通改 那當然你全部都叫image button 就也OK 然後 底下的連結 記得也要把這個強制轉型 小瓜糊裡面在java裡面的意思 就是說 我 無論如何 你就一定要幫我轉給前面的 那 如果發生錯誤 也沒關係 這個就是所謂的強制轉型 一定會有個小瓜糊 那這個是 Android的一個做法 他至於為什麼這樣做 當然細節 我想 有興趣的同學可以再去深入了解 在java裡面有 有一種是安全的轉型 一種是強制轉型 好 那就把這些丟給他 從畫面上面找到的東西 幫我把它強制轉到這個物件 那這個物件呢 才可以去控制畫面上的東西 就是FindMub ID的概念 OK 那這邊全部都沒有錯了 有沒有 頂多是有黃色的 黃色是要你注意的 不過 黃色的如果你 假設你不管他也沒關係 那 藍色的一次一定正確 好 那如果全部這邊都改完之後呢 你就可以把它run起來 run起來之後呢 那各位可以看到 在這邊 我剛剛已經有run一個 我看一下 應該這個 好 就可以run起來了 那不過我會有個問題 你點那個什麼 點圖啊 他感覺好像 點的沒有 有點沒點 好像都沒反應 所以這個時候 就 可能我之前上課就上到這裡 不過馬上就有同學說 老師 這個好像他沒有按下去的感覺 有點 好像還沒做完 可不可以請老師幫忙 再加個效果上去 那我就想說 欸 對喔 這個 好像程式沒寫完 到這邊課還沒辦法結束 所以接著要跟他們講說 對 如果說你要有 按下去的感覺的話 怎麼做 那這個地方的話 因為 按下去 Background 只有一張圖 可是如果說你今天要 有按下去的效果 跟沒有按下去 但是兩張圖嘛 所以當然第一個 你可能未來 你需要準備那個 Picture 有一張是沒按的 一張是按下去的 那至於這個怎麼做 我也忘了怎麼做了 好像就是反正 Photoshop 或者什麼填一個底圖上去 或者小畫家也可以啦 填那個 背後嘛 至於怎麼做 這個 不是我 我們關 我們關心是圖已經做好了 OK 那做完之後呢 當然它是兩張圖 可是一個 Background 只能放一張圖 那你要怎麼 讓它 在按下去的時候 變換另外一張 你想寫程式也不是 這個地方可能你要有概念 你背後必須 透過一個 XML 有沒有 就不是一張圖喔 你如果要控制兩張圖的話 你可以藉由一個 XML的一個 檔案 去控制 那控制意思說當它按下去換另外一張 大概就是這樣子 那這個XML要怎麼寫 其實 網路上都有一些範本啦 反正你只要知道說有這個概念 那至於怎麼做我想第一個請各位先把那個 第一個階段先做出來 並且可以run 當然至少可以run 待會我們再來看就是 當我按下它 不過1我已經做完了 按下它 有沒有 它會有什麼呢 換一張圖 放開 1就上去了 有沒有 按一張 2 3 4這些都我還沒做啦 不過只是做1而已喔 那這當然不是只有 這邊可以 可以用 其實App裡面很多地方效果你都可以這樣 比如你要做一些 動畫的切換 其實也可以類似的方法 OK 那這裡我想各位先把那個 九個圖先做完 那並且 那我其實我只有改那個 把Button改 Image Button 然後Image Button 多一個屬性就是 Background 那等一下再來看就是說 如何讓那個按下去這個效果 也可以 把它 顯現出來 那這裡 會需要用那個 這個這個 所謂的 XML來控制 好 OK OK 我們來看看 那